還有你講得很重 我剛剛3月4月這段時間 真的氣得不得了 真的有空得不得了 跟我以前相比來說 因為我以前很忙很忙 我經常都逼自己要做事 忙一點 不可以做懶自己 所以這段時間 來一條快閃的短片 現在是2022年的4月12日 星期二晚上 話說今晚其實是11點多 但我就經常說4月13日 你儘管當明天 因為今晚這麼晚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睡覺 那個效果你都感覺不到 除非在夢鄉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下午也都出帖 就叫今晚大家去發個好夢呢? 因為隨著這個木海合相遇 可能你的夢會是一個天啟來的 你得到一些宇宙能量 其實就是宇宙在給你一些提示 給你日後有些什麼的注意 這個日後是可以長達13年的 因為木海周期是你當13年 好 那 所以我就想出一條短片 去教大家 因應今晚11點多 這個木星合海黃星在相遇了 千載難逢 我們人生只得一次機會去經歷 那我們究竟如何去爭取一些美好的趨吉能量呢? 這個木海合相遇 其實我最早在2022預言 一連五輯 那次的part 2已經有講了 然後早幾日 在星期日 在4月10號 那我就出了一條片 叫做什麼名字呢? 我看看 就是 攜位29號外版 塔尖暖南星座雲勢 那就是講 April和May 那個part 1 of 11 那就是為此片人人必看 因為它是講一個general 聲像 那其實裏面也有提及 這個木海合相遇的一個整體美麗的能量 但現在我想更加深入少少去講一下 根據大家一些 即是你自己個人birth chart的擺位 怎樣可以benefit 從今晚這個木海合相遇 而這個benefit 是可以長達13年的 我沒說錯你沒聽錯 是啊 13年 好 如果今次這個木海合相遇 which is 在相遇的24度 沒有記錯 對啦 好像是24度 唉 不是很像的 簡直是 好啦 那你看回自己個人升盤裏面 相遇在24度 是在你哪個工位 聽著 如果是在3711公的話 那你們最近拓展的人物 認識到的這些人 日後 最長在13年之內 可以成為你一個重要的夥伴 重要的依靠 如果在你的4、8、12公呢 那你最近去得到的一些身份的認同 一些自我觀感 一些形象的價值呢 它可以大大地影響你的社會觀 甚至宇宙觀 甚至你在人群 甚至是人生裏面的定位 你可以找到自己的 life purpose 你終於知道生命的意義 做人的價值是什麽了 哇 這個是不是很厲害啊 好 如果是在 割下birth chart的 2、6、10公的話 那你最近呢 其實我是 都真心勸你可以轉型 轉行的 甚至 或者你去創業 一些這樣的東西 in general 除非 除非我在我最近 那些 即是葵維二九那個號外版 我 如果我有特別勸你不要 那你就不要 因為那個會是更加precise 是的 那但是我現在說 這個會是一個很general的trend for 13年之久 所以 我們說好了 即是我當 就算你在 即如果你根據 April May那個 葵維二九號外版 如果我叫你不要轉型轉行 那你聽那個 但是過完April May 我們說去到June 你可以去考慮一下 好 再說一次 對了 跳得太遠了 如果相餘在24度 是在割下birth chart的 2、6、10公的話 那我勸你打蟲木可俠相遇的13年裡面 那當然越早越好 因為你可以越接近這個能量 那可以考慮轉型轉行 轉行 那以後 它可以是 這些東西就會成為你日後主要的那個收入來源 又或者 你要最近 即你要注意自己最近的飲食或者運動模式 因為它隨時是可以奠定你日後的體態 當然啦 如果你最近忽然之間 很想飾一些去開始做瑜伽去健身 那恭喜你 你接下來會變得很有健美的體態 但是如果你忽然之間最近在暴飲食 不知道為什麼 喂 你不要以為 我將來可以減肥 不是喔 因為基於這個木可俠相遇的能量 你可能真的會自暴自棄足13年 所以小心點 好 最後 如果 雙魚座24度 是在閣下的birth chart的 第一 第五 第九個house 即是公位 那最近 你發展的一些個人興趣 日後 就可以令你發光發熱發量 嚴重些的話 甚至可以因此 成名天下的 第一次 第二次 感谢观看